世界上最长的动物是什么 33米的蓝精只能栩栩体三 第一名能长到120米 咱今天来盘点五种体型最长的动物 第五 咸水鳄 咸水鳄又叫做弯鳄 体长将近5米 最大体重可达一吨 作为体型最大的爬行动物 庞大的身躯 只是碾压猎物的基本步骤 强大的咬合力才能给予敌人致命一击 斑马鳞羊都能给你咬成两节 乌龟壳都能给你咬到其碎 两吨的咬合力 那不真闹着玩的 他往水里一趴 谁敢在身边过呀 老虎狮子见了他 估计心里都发出 虽然咸水鳄 四咬的力度很大 但是张口的力量很弱 嘴被捏住就开不了口 但你可别想用这招制服咸水鳄 暂且不说你能不能近身啊 就算你能捏住他的嘴 他随便晃起一下 就给你甩开了 而且鳄鱼有无数次机会 你却只有一次机会 然而就是这么危险的鳄鱼 竟然在澳大利亚发烂了 数量高达十万只 当地每年都要请鳄鱼猎人补饿 据说抓一条 奖励五万妈呢 当然高价必定高风险 整不好小命就玩完了 四大王巫贼 赶在一千八百米的深海 和抹香精打战的生物 到底有多强 大王巫贼就是修罗场的一位死士 体长十三米 触手上布满强有力的吸盘 能把抹香精的脑袋 抓得满是长痕 他俩战斗的场景 简直可以被称之为壮观 由于战斗总是发生在深海 到目前为止 没有现场拍到过 你看到的所有大王巫贼 VS母相经 那都是电脑合成的 话说回来 大王巫贼最后 虽然落了个藏士渔妇的下场 但是也丝毫没有磨灭 那磅礴的气势 人类就曾经多次目睹大王巫贼 结果把他错当成海外 欧洲的北海巨妖 就是这么来的 三蓝鲸 蓝鲸是世界上体积最大的动物 身长43米 体重180一吨 他往那一站 就相当于一栋高楼 体型大 半量自然也不小 一口吃掉200万只鳞虾 一天得吃8吨植物 如果你在海里遇到了他 巨物恐惧症都能给你吓出来 还好蓝鲸只是小一小虾 对人类船只根本就没有兴趣 有人曾经被鲸鱼吞掉 后来因为不好吃 还把他给吐出来了 虽然蓝鲸是个巨人 但依旧有天敌 比如海洋该溜的虎鲸 就喜欢成群结队的围攻他 这是一个比蓝鲸还长的生物 虽然身躯只有两米 但架不住触手长 150条触手 最长的可以达到35米 总体重只有200到400公斤 虽然长相可爱 可是他性情凶猛 触手遍布刺细胞 一旦划上皮肤 就会释放毒液麻痹神经 能让人当场个儿皮 还好他活动的地方 人类不怎么涉足 而他之所以叫 失踪毛水抹 是因为触手像狮子的松毛 如果在没发现狮子的情况下 新发现了它 又应该叫什么呢 一 管水抹 2020年4月 有人在澳大利亚 拍到了神秘的管水抹 它像蚊香一样 一圈圈环绕 科学家估算 最外面这个环 长度就有47米 整体算下来得120米 比蓝鲸还长4倍 是人们发现的最长动物 不过管水抹 并不像蓝鲸鳄鱼 那样是单体动物 它是由无数个水溪体 和水母体组成的群络 有的负责四处移动 有的负责保护他人 有的负责捕食进食 有的负责生产班值 大家各自其职 共同经营 整体来看呢 就像个大家庭 谁离开这个群络 都难以活下去 只有团结一致 才能更好的生存